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分后就开始去关心 分后我们父女要去生小孩 所以我们有分后的健康检查 然后接着就是有孕前的检查 然后接着就是说 出生的小孩子出生了以后 新生儿 对 新生儿的检查 还有就是产后的检查等等 预防保健一系列 到我们的新生儿 然后出生了以后要打预防针 接着就是他可能幼托元所 有很多的服务 譬如说像屠佛的 对 事例的筛检等等 接着到国小 国中 高中 甚至到青少年 青壮年到中年到老年 一系列这些活动跟照顾的课程 是非常非常的多 是不是连我们国小的食品安全 就像刚刚讲的 营养午餐部分也都有进行介入 对 营养午餐 因为是在校园 所以我们就跟教育局来合作 去关心他们的营养午餐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制度 已经上线了 就是说供应学校的营养午餐的业者 他一定要去登录 做食材的登录 那我们就很快进入说 他是跟谁买的 那要是说有问题的时候 他平常他就要做登录的工作 有问题我们一查马上就知道 所以这是针对国小的部分 其实在青少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青少年情窦初开 所以对这个性观念方面 也都会比较早接触 比我们那时候都早接触得到 那卫生局这边是不是也针对这些概念 有进行下去宣导呢 当然要宣导 尤其是现在艾滋病的问题 那我们当然是要大家认识 正确的去认识这个性 对 那论事 那我们要告诉他们说 哪些是危险的性行为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现在甚至有进一步的 这个行动就是说 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面 放这个保险套的贩卖机 对 那有些人很不能够接受 可是事实上呢 这个对青少年应该是正面的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 难免有时候会做一些行为 是比较 比较 不是预期的 那要是说你有预防的话 你让它方便去取得保险套 我们觉得说这个对 以后 这个不管是说造成怀孕啊 对 或者是说 疾病的一些传染 对 性病的传染 艾滋病传染 其实都是正向的 我们好像有首创六小时的 艾滋病防治课程 在校园中来推广 对 跟教育局合作 是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 建立 从小建立他们正确的概念 对 因为这个日本 他们在 在这学校去推动 公共卫生 还有卫生教育 非常的彻底 所以日本他们的艾滋病 它发生率非常非常低 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 就是他们从小 就让他们认识说 性行为什么是危险的 但是 他同时也是告诉大家说 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避免 其他衍生的后遗症 所以日本他们的教育 就是卫生教育 做得非常的弱实 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相对的 艾滋病 性病 或者是说少女 就是 未婚怀孕 都相对减少 除了这个学龄的孩童之外 我们这对成人部分 也有相关的规划 对 包含就是所谓的 成人筛检 戒咽 减重这方面 好像成效都相当不错 大家一定有听过 富贫减重 我们台中市就是 很积极在推动这个 因为肥胖 几乎是所有疾病的根源 你看一个人够不够健康 一直要看他的身材 要是这个 尤其是中年的男性 腰围非常的粗 然后这个肚子油很厚 那种一定不健康 不健康会带来什么 慢性病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对 然后衍生我们血管的问题 造成中风 心血管疾病 或者甚至是洗肾 台湾的洗肾 是全世界有名的 台湾跟日本 是洗肾率最高的国家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慢性病的问题 所以中年人来讲 我们会关心他们的体重 伤高的问题 还有就是他们运动问题 很多人不运动 那事实上运动 我们现在发现说 其实运动 对一个人的健康 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把运动 变成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也就是无论如何 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每天要运动 那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个 新陈代谢 整个身体的机能 都能够 不要很快就退化下去 局长 我们市政府这边 好像配合这个减重 好像也有推出相关的活动 成效也都相当不错 减重 对 所以我们就有喊出来 就是负贫减重 我们台中市的减重 像去年也是100多公吨 非常的多 其实是全国最高 非常惊人 就是表示大家也关心 大家也一起来参与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提到这个减重 我们看局长的身材 保持得非常好 可以请局长跟我们聊一下说 是怎么样维持这样的身材 我相信女性朋友 也一定都很羡慕 如果说到这里 我就要特别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吃东西很重要 因为就是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说 你吃什么 你就是像什么 所以吃东西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食品卫生 食品安全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怎么吃 很重要 那我们怎么吃呢 我们应该是要记得说 均衡的饮食是非常重要 每天一定要吃五蔬果 就是三份蔬菜 两份水果 这个一定要 五蔬果在整个食物的这个食物塔里面 它是最多的 蔬果要吃最多 然后再来呢 是什么 如果说你要吃饭 五穀这些 这个是第二个 再来上面就是我们的要吃鱼 肉等等 那这个鱼是最好的 就是海产类的东西 再来少一点点就往上面更少 就是我们的猪肉 鸡肉这些 再往这个尖塔的顶端 最上面的这个尖塔 最少量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甜食 甜食 巧克力啊 面包啊 这些就是 营养成分比较不高 但热量却很高的食物 很高 但是可能是不是很健康的 因为像说我们的那个 蛋糕上面有奶油 奶油 那个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好 那我们是偶尔吃可以 但是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我很喜欢吃 然后每天天天都吃 所以最重要还是要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 来着手 我们也强调 告诉大家说 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些人就说 我因为我太胖了 或者是我有糖尿病 结果他就说 我不能够吃饭 这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还是要吃 因为我们整个身体的 热量的来源 应该是要从五谷这边去获得 所以那个观念是不对 所以说我怕胖 所以我什么东西都不吃 那我只要吃一点点什么 肉啊什么 这样子 就不要让自己饥饿 其实这观念都不对 一定是要均衡 均衡 好像说这个三餐的这个比重 也有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食物的金字塔 像早餐说 人家说要吃得像皇帝 然后中餐吃得像平民 晚餐吃得像乞丐 是这样子的说法吗 最好是早餐要多吃 可是我们发现太难了 跟我们的这个步调可能干不上 所以只好说我们就是 刚刚我提过说 从我们的早餐店 他们提供健康的早餐 还有就是卫生的早餐 给我们的民众 那除了这个饮食之外 运动也很重要 刚刚局长有提到嘛 我们正常人一般大概 需要怎么样的运动 才能够就是维持我们身体肌能 那代谢可以最好 最好是一天能够有30分钟的运动 是最好的啦 那运动也不是说 我就是动一动这样子就好了 应该是要有一个 就是能够消耗体能的 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去见肘嘛 见肘也是很好啊 那如果说真的要减重的人 你不要运动只有运动5分钟 就不运动了 因为真正这个脂肪的消耗 至少要5分钟以上 至少 所以要有持续性 规律性的运动 才能让真正减重 达到这个效果 那像我们知道说 唐宫市政府减重这百顿 真的是非常惊人 那有提到说 男生或是女生的腰围 大概是超过多少 这个标准 男生是不能够超过90公分 女生是80公分 那其实肥胖有两种 一种是肚子 中广型的肥胖 一种是全身性的肥胖 那中广型的肥胖 比全身性的肥胖還要严重 同样是肥胖 可是中广型的更不好 中广型的肥胖 是比较像是所谓的那种内脏式的 对 它里面可能都是油 脂肪 对都是脂肪 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对 所以观众朋友要赶快量一量 自己的腰位 有没有超过这个标准 这样子 达到这个健康的标准 才能够享有快乐的人生 那其实说除了成人之外 刚刚局长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也有提到所谓的高龄城市 那我们针对高龄者的这些 长照服务 是不是也请局长再跟我们讲一下 好的 我们应该是 现在各县市都有在推动 长照十年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是 最主要是说 只要我们家人 就是失能需要被照顾 满六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 那你怎么申请呢 到卫生所也可以 或者是说 就是我们台中 是有一个照顾管理中心 可是这个因为设在风源 那可能大家也比较 就是比较不清楚 但是卫生所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只要到卫生所去申请说 我需要长照服务 那我们只要接到这样一个申请 我们就会派人过去到家里 帮他看看他需要什么 他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有符合的他需要哪些服务 我们都会逐一提供给他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长者大部分 几乎百分之九十 都不希望离开他的家人 不希望离开他的家 对 因此我们现在在 长照十年计划里面 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希望居家服务是做得好的 居家服务 那什么是居家服务呢 比如说我长者是在家里面 可是我需要被照顾 那照顾的人就到我家来 所以包括说生活上的照顾 例如说我需要人家帮我煮饭 洗衣服做什么 有人来帮我 然后呢 如果我是需要副理师来照顾我 那就有居家副理师到我家里来 如果需要接受复健 有居家的复健师到我家里来 另外我们也有交通的补贴 好 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提的 就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譬如说通常是 如果说是一对夫妻 那先生生病的可能就是太太照顾 对 可是很累 他必须要24小时 然后全年无休 非常的辛苦 那有时候甚至 反而是照顾的人 他累倒了 他更早累倒 所以一定要有 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喘息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的这个照管师去看了以后 觉得他是需要 他有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就会有一定的俗事给他 通常是14到21天 那这14到21天 他可以说我想到国外去玩 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的家人怎么办 可以放在家里 有人来到家里照顾 或者是说他可以放到 我们的护理之家 或者是安养护机构等等 是不是也有提供其他类险服务 比方说卫生局今年针对这个 癌症病友上面的服务就非常重视 对 除了这个刚刚讲的长照以外 最后我想跟大家提就是 我们很重要 现在这个十大死因里面 最多的就是癌症 因为癌症死掉的人是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速度很快 那当然十大死因里面最多的是什么 慢性病 慢性病里面一个就是癌症 还有就是像心血管疾病这些 那我要特别提癌症 因为癌症随着最近 就是这个人口老化也有关系 那另外我们的生活形态 还有饮食 还有整个环境 所以造成癌症的机会很大 那很多人就讲说 那我不知道就好 其实如果不知道 然后当我们已经症状产生了 那时候说 那我为什么不及早去发现 就很可惜 对 不能有这种鸵鸟心态 不能够绝对不行 那因为我们只要做好健康检查 就好啦 如果说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我们赶快去处理 比如说大肠癌来讲 台中市的大肠癌 发生率特别高 那这个可能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 那所以既然说 我们知道大肠癌发生率很高 那我们就要去做预防 包括说饮食 运动 什么各方面 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 我们一旦大肠癌发生了 从一开始发生 到第二期 第三期 其实它这时间是非常长的 可能有十年 十几年的时间 那我们及早发现的话 我们赶快去处理 通常这个五年的存活率都非常高 甚至是几乎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你没有处理到第二期 第三期 那时候不但病人痛苦 而且家人也很痛苦 那存活率也不高 因此我们很希望大家 都要去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那现在政府有提供四大癌症的筛检 都是免费的 实在是 这个是给民众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你要是到医院自己去做的话 可能两千块至少都逃不掉了 两三千都逃不掉 现在是全部免费 所以我们希望 这四大癌症的筛检 希望我们民众多多利用 那女性来讲就是 子宫减癌跟乳癌 另外一个就是口腔癌 有嚼檳榔 有吸烟的 你只要30岁以上 你就可以去做口腔检查 那我刚刚提到的大肠癌 是要50岁以上才免费 可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50岁以下不用做 不是这个意思 50岁以下的人还是很容易得 可是相较50岁以上的人 機率比较高 所以50岁以上的人 政府就提供免费的筛检 那有人就会说 那到底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卫生所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 合约医疗院所 或者大医院都有 你只要去告诉他们说 我要做大肠癌的筛检 50岁以上 那每两年做一次 那你只要说我要做 拿管子回来 拿一点点大便送过去 然后他就会帮你检查 那如果是阳性或者是阴性 都会告诉你说 你是正常的 或者你要进一步的检查 对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 那同时我们台中市 就是像医师公会 他们都也很热心 来协助希望推广 所以他们有提供一些经费 给民众去摩柴 每个月都有摩柴品 那我们这个活动叫做 你给我就是 我们说送黄金 你送给我黄金 然后你可以抽黄金 抽黄金是真的金元宝 对 那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一起重视自己的健康 提高参与率就对了 所以希望大家 只要满50岁 你就可以来做免费的 大部分都没问题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那有人就是误会说 一开始就是要做大肠镜什么 不是 只要拿一点点大病 这个很容易做的 不同年龄层的需求 卫生局这边针对不同的规划 来进行这个服务 那希望可以照顾大台中的市民 可以更加健康 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保障 今天很谢谢局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福利跟规划 台中大未来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